感谢郭文章 哈德克斯坦广阔的土地有利于农业木业发展 但农业产量很低 即使是分收年每公顷粮食产量也只有一吨多 即每亩不超过100公斤 如果在欠收年甚至不足50公斤 这种广众博书和地产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由于哈德斯坦土地资源丰富 即使广众博书他依然是产量大国 其要是产量不仅满足本国需求 还可以出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认为 哈德斯坦土地如果能得到合理利用 养活10亿人没有问题 目前该国人口只有1700多万 该国正在进行人工灌溉的条件下 可以种植各种细温植物 如棉花水果瓜类 由于日到时间长 这里生产的棉花水果质量很高 由于土地多 该国分配居民旁都用于发展果园菜园 还提供土地给居民用于修建别墅 有的家庭宅地旁近有5到0.5到1公顷 这在中国也是不可思议的 哈德斯坦土地共有牧场1.8亿公顷 可提供约50%的深处饲料 哈德斯坦学者指出 在世界上哈德斯坦的草场和面积仅次于澳大利亚4.5亿公顷 美国23.2亿公顷 中国2.3亿公顷 比俄罗斯0.8亿公顷 多一倍 天然木造对虚无业的饲料十分有利 可以无偿提供 这是哈德斯坦一大笔巨大财富 但该股天然木造在不断退化 草质在变化 许多木造 长出了一些深处无法使用的草 这涉及6300万公顷操场 感谢